好久不见朋友们 看我现在在哪 在服务区 在哈尔滨的一个服务区 好几天没更新视频了 前几天的时候呢 一直在找厂房 因为明年 明年不是要扩大贵用吗 需要一个厂房 然后这个事情呢 已经定下来了 在金颜团找好了 我们俩呢 又来哈尔滨来办点事 然后呢 还要再去河南办点事 其实呢 这从哈尔滨到河南 我们俩是打算坐火车的 都定了 都定了 都那候名单提上去了 结果呢 没定上 没办法 我们俩就开着车 然后这一段距离呢 就回 开着车回河南 然后顺便不是再回家一趟 我家不是河南的吗 办完事 然后再回家 今天是27号 然后我们俩大概开到两天才能开到家 正好开到29号 这时候也不知道高速免不免费 我们俩已经出黑龙江了 现在到了吉林松原 这个服务区真的非常大 这是前边的一部分 然后后边还可大了 可大一大块地 后边老大了 是 都可空旷了 都都可以停车是吧 好几天已经都没拍视频了 然后在这歇一会 然后顺便直个播 跟大家聊天聊聊磕 晚上我们俩就不走了 然后小吉坐车里边喝了瓶啤酒 刚才还吃了个红肠 今天不开车可以喝点 开车就不能喝 你先不吃啊 我现在不太饿 刚才吃红肠吃的 要整一个 小吉准备开始做泡面了 趁着天明还能看得见 吃吃 天黑就啥也瞅不见了 好冷啊 去服务区接点水吧 我跟着你去啊 少接点别喝太那啥的 热吗这水 热呀 快快 好 晚上咱俩是吃后备箱呀 晚上再说呗 这是啥呀 又是红肠呀 今天光喝红肠了呗 今天也没有啥呀 买东西买少的 完了就光喝红肠吃了 泡好了吃吧 我们俩这次出来就带了四桶泡面 感觉带了一堆吃的 然后到吃了一看 感觉什么吃的又都没有 就带了红肠跟泡面 别的小零食呀菜呀也都没带 完了就这样吃吧 也没在也没在下面买点蒜 买点葱啥的就这样干吃泡面 这泡面还挺好吃的 今天晚上呢我们俩就在前排这个座椅往后躺躺就这样睡吧 本来是想在后边把这个给躺平在后边睡嘛 但是带的东西太多了 来回倒等特别麻烦 所以我们俩就把这个椅子往后一躺 然后盖盖个户的外套 就这样将就一晚上得了 然后我们今天是27号嘛 然后明天28号再开一天 在28号12点之后 然后我们下高速 这样就能够免费了 但是我们俩估计照我们俩这个路程啊 我感觉得开到29号